柔佛州马哥打州一席补选今日进行提名 国阵巫统候选人赛福星与国盟土团党候选人 莫哈莫海占一对一交锋 为有第三势力参与竞逐 国阵支持者一早便陆续聚集在集合地点 为巫统候选人赛福星加油助威 他们高呼口号 场面气氛高涨 西蒙领袖也亲自到场声援国阵候选人 包括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副秘书长刘震东及公正党总秘书赛福丁 另一方面 国盟支持者队伍 在现场高举保证清真横幅 表达对餐馆实施强制清真认证的坚定立场 大约签名支持者在国盟主席慕尤丁 竞选主任阿斯敏及一党领袖的带领下 气势磅礴地前往提名中心 国阵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表示 国阵的候选人赛福星凭借其华小教育背景 将成为联合政府捍卫该议席的一大优势 阿末扎西在提名中心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 赛福星不仅年轻有活力 还在华小受过教育 掌握华文 这是他更了解中华文化及华人的思维方式 他相信 这些特质能帮助赛福星赢得 马哥打近35%华裔选民的支持 赛福星作为一名乌清领袖 能够争取到年轻选民的支持 同时也具备吸引40岁以上选民的潜力 不过 阿末扎西也坦言 这场补选面临挑战 以马哥打周袭有近一半的选民居住在选区外 甚至远在居栏之外 他呼吁团结政府各有党密切合作 确保选民回乡投票 以保障团结阵营的胜利 针对国阵捍卫马哥打周袭的胜算 阿末扎西表示 尽管巫统在此前柔佛州选中 已逾5200张多数票赢得该席位 但此次补选并不容乐观 国阵不会掉以轻心 必须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 尤其是全国性课题的冲击 这些都可能被对手利用来争取选票 慕尤丁指出 虽然马哥打周一席补选的结果 不会撼动由国阵主导的柔佛州政府 但国盟若能取胜 将向柔佛州议会传达强烈的信息 象征人民对县政府的不满 他表示 尽管补选不会改变中央或州政府的结构 但国盟要传递的讯息十分明确 即当前政府无法有效应对人民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如物价上涨 生活成本等问题 慕尤丁在提名中心外接受媒体访问时 特别提到国盟土团党候选人莫哈莫海战 强调他在体育和社会事务方面经验丰富 能够吸引选民支持 他指出 海战教练不仅拥有丰富的体育背景 且作为土生土长的居栏人 人生历练充足 具备服务人民的能力 针对国盟支持者高举保证清真横幅 前往提名中心仪式 慕尤丁澄清 这并未涉及敏感的三二课题 他表示 这是我们有意带来的看板 至于外界如何解读 那是他们的看法 此外 慕尤丁也透露 国盟领袖对政府发放拨款 给反对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 表示不满 他补充 国盟将召开会议讨论这项草案 并在会后发表正式声明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表示 一党通过伊斯兰教义 如禁酒 禁毒等方式来应对当今社会问题 但却遭到某些团体散播恐一症的指责 试图阻止一党的倡议 哈迪阿旺指出 这种抵制手段 早在伊斯兰教初期就被伊斯兰敌人使用 目的是不信任和质疑上仓 他强调 穆斯林的责任是捍卫并遵循伊斯兰法令 尤其是推动修法和执法 而非阻止或污蔑这些努力 他是在一党第七十届代表大会 发表政策演讲时做出上述表态 并强调当前的社会危机 源自于人类偏离上仓教义 一些宗教领袖 甚至与残暴统治者合作 扭曲伊斯兰教义 推行不被允许的思想 导致骗子当权 背叛者被赋予重任等问题 另一方面 哈迪阿旺透露 他确实曾与巫统领袖会面 讨论重新激活国家和谐联盟MN 以团结马来穆斯林和土著 他指出 由于巫统主席阿末扎西当时正在休假 未参与此次会面 哈迪阿旺在活动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我们与巫统领袖讨论如何团结马来人 伊斯兰和土著 当时扎西不在场 因为他正在休假 他进一步透露 两党同意联合马来穆斯林和土著的国会议员 并与土著团结党合作 谋求政权 哈迪还提到 伊党和其他马来领袖 曾尝试夺取政权 尽管成立的政府不够稳固 但他认为结果仍有成效 至少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部分巫统领袖 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 只有少数人选择与西蒙合作 当被问及伊党是否仍愿意与巫统合作时 哈迪表示 是的 同时他强调 伊党也愿意与非马来人合作 但条件是对方不能过于极端 我们愿意拉拢马来人土著领袖 以及不极端的非穆斯林 然而他批评西蒙内一些政党的政策 与伊党的立场相冲突 特别是行动党的世俗政策 和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 这些政策与伊党在马来人和伊斯兰的斗争中存在矛盾 马来西亚人民权力共识党 Yarimai主席拉马沙米指出 宾州首席部长曹关友 可能很快会被取代 拉马沙米在声明中指出 曹关友决定不参加宾州行动党党选 表明党内出现问题 他认为曹关友可能是在压力下做出这一决定 而行动党可能希望由他人担任州主席 并最终接替首长职位 他指出曹关友继续担任首席部长 可能只是为了掩盖党内的分歧 即将到来的宾州行动党选举 成为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舞台 拉马沙米进一步质疑曹关友 是否能完成整个任期 尽管他仍然是行动党全国副主席 但党内并无明确规定 他必须担任州主席 他认为 没有足够的保障 能确保曹关友继续担任首席部长 对于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建议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 竞选宾州主席 拉马沙米感到疑惑 他认为这是陆兆福首次试图影响 兵州行动党选举 破坏了党的民主形象 拉马沙米指出 虽然沈志强精通马来语 但这并不足以获得代表的支持 而党内分歧明显 林慧英作为现任兵州秘书 可能会成为代表们的首选 他透露 如果林慧英在州党选中 获得最高票数 他有可能成为州主席 并在未来取代曹关友担任兵州首长